前面出現 電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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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的行李就是這樣 這裡有個板袋 然後有個小行李 然後這裡還有個背包 咦還有個嗎? 又是那些 剛巧在3月7日飛 日本禁制香港人入境的時候 就是在3月9日 我是剛剛說到未翻機 因為滑雪是大天的 所以我們也是少許贏 今天的機場其實都很少人而已 暫時有太多人 我這次在去年4月買了一張機票 我原本是買Jetstar的 但是我被它停了行 然後再轉機票 我就在上個已經買了一張日行 轉一下轉來CX這邊 沒錯 就是這樣 我又飛了 棒 在我正在這段影片的時候 已經是12月中了 接下來2、3年1月頭的時候 我就會去日本白馬滑雪 所以我現在就要唱定日元了 自從上次學會用IB唱英鎊之後 我今次去旅行都會用迎頭證券去唱日元 基本上你一拍到銀行或找換店 看完的匯價之後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會選用IB來唱錢 然後將一張外幣電匯回到銀行 再在它的外幣櫃圓機上按日元出來 只要選一個大家安心水的櫃圓機去按就可以了 整個過程是非常簡單和方便的 所以現在要唱多一塊錢來用來簽卡 我打算用這張匯豐的扣帳卡 即是那些debit卡 那你就可以在你的日元戶口裡面直接扣數 當成簽卡這樣簽出來 好啦就是這樣 有沒有東西不明白 歡迎在下面留言問我 如果你是連IB戶口都還沒開的朋友 那就可以按一下下面那條開戶連結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看上一集的開戶甲學影片 另外如果你已經有戶口的話 也可以幫我按一下開戶連結 還有按一下like 再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就已經是對我最大的鼓勵了 剛才我轉的這裡經過富士山 都看不到他 我絕對不是吹水的 如果你不是放大他來看的話 你根本不會猜到他是一座富士山 我們現在就來到羽田機場了 這次的目的就是要搭JR新港 來到這裡的聖江市 然後再轉一個銀河鐵道巴輪市 搭到這裡 然後再轉一個雪場巴士 在這裡 安比高原就應該在這一塊 大概是這麼長的位置 要轉很多個地方 其實是很遠的 其實是 好了 現在順利進入境了 過去前面坐JR單軌列車 原來在前面 在這裡 又是跟上次一樣 這次換了一張JR卡 這裡是東北地區用的 一千三百五十元 在某個地方買的 然後就在這裡換了 換完之後 在這裡搭單軌列車就免費了 我們就可以轉山首線 回去上次那邊 羽田機場是真的方便的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走了 來到2022年12月 剪這條片的時候 它加價的幅度也不太多 只不過是 它砍這個日數的時候 原本是自選五天的 現在變成連續五天 基本上真的變成一張廢卡 如果你去得安比高原的話 我相信你都會滑回五六七天 所以一定是爆日期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逼著去買散票了 我們要搭的就是 都是這條東北新幹線 上野站 去到城江站 首先大家就去日本版的 新幹線網頁那裡訂票 千萬不要去錯了國際版 因為那邊是沒有優惠 如果你去安比高原的話 就有兩條路線給你選擇 一條是東北新幹線 另一條是東北北海道新幹線 十三日前預約 日版這邊就有一個優惠給大家 就是由東京或上野上車 搭到城江站 列車時刻表就可以參考這個網址 提早預訂這兩款列車 就有折扣優惠了 不過根據我的經驗 你提早三上日預訂 都可能已經被人搶了 所以我們就要再提早七天 去抽這個事前車票 不過這個方法 它就不保證你抽到車票 在我剪輯這條影片的時候 剛剛好 今早還要出了結果 就是讓我抽到那個七折長野 去上野那張事前車票 正啦 如果想知道詳情的話 就上去官網 按Google Translate 去看英文或者中文 至於東京去長野 或者新式湯閘那邊 更加有折效 我已經算好數了 坐多20分鐘 幫我省二千多 別了一個Jail Park的時候 幫大家撿回七折優惠 究竟是什麼動力 究竟是什麼原因 迫使你會跑去安比高原滑雪 通常只有兩個原因 要不太早滑 沒有雪 就要被迫上去這麼北的地方 要不太遲滑 就要被迫上去這麼遠的地方 近北海道那邊 雪更冷一點 只有這兩個原因 中間真的 為何會特意去安比高原呢 會不會太過屎不幸呢 謝謝 謝謝 好,到了上野酒店 今天就住在這裏 這個牌肯定會舉川頭 七零二 五張床 五張床 以事實不可 一張碌架床 一張商人床 一張碌架床 廁所如何? 有膠囊廁所 膠囊廁所 差不多 好了,我擺了一些行李 今晚就住在這裏 它是一間膠囊酒店 但住在一人房 睡屋架床 另外主館在這裏 要check in 就在這裏 分館就在這裏 今晚就超便宜 大概都是三百多元港幣 租了一萬上野酒店 還要在前面 已經是JR站 看到上野 整天JR站在那裏 這條路很近 整一集 從東京拍了個 機丸水產的BBQ 原來就在這裏 不知道今晚會不會有機會 再回來這裡吃 因為最後一天 我們會直接在安比高原 一下子衝到城田機場 然後坐飛機回香港 所以一定要早上預約好車廁 接著我們兩條滑雪友 又走到浴殘之水看滑雪裝備 我朋友特意來找Stancer這部機 專門做單版滑雪站姿的角度測試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三年前那條 《獨油新式廟場滑雪篇》 下面就是我上次獨油東京 只吃一口拉麵 這次在這裡吃放題 很鼓勵燒牛肉 我終於吃到燒肉了 在日本 就是這張餐牌 我能幫你一口拉麵 真的很不錯 謝謝 我是什麼 是我的 我是沒有 你從哪裡來的?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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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叫這個和牛吃到飽的放題 基本上餐牌上面有寫的東西都是可以免費任意的 原本的牛是很漂亮的 用iPhone拍出來的相片都很正常 但是GoPro 7在不夠乾的情況下就拍成這樣 嘩這次吃到飽了 9000日圓就吃到這麼多東西 這質素還要不差 挺好吃 我不知道平時這裡要不要等我 不過平時這裡應該都多人 焦了焦了 要吃了 肉真的很軟 你拿了沒有? 拿了 很香 我們今天來滑雪 你拿來吃這個燒牛肉 噢 好慣了 你看 這裡這個是超薄切長型的牛舌 然後一捲在一起來燒 然後一捲在一起來燒 燒完之後就變成這樣 非常之彈牙這塊 很好吃嗎? 很彈牙 好吃的 大片的 厚切的反而不好吃 舌頭捲起來 原來是這麼美味的東西 對 薄薄的舌頭捲起來 這麼彈牙 你看我們兩人吃了多少東西 吃到這麼長的東西 可以用來拉橫額 哈哈 接著呢 埋單是 18,000日圓 它的餐說 免稅了 8,000日圓一位 然後再加了一些 飲食 小費 之類的東西 大家平均 9,000日圓一位 吃剛才那堆這麼漂亮的牛 在香港也沒什麼機會 會吃到 還有我在日本也是第一次 我來了東京三次 現在才第一次 吃到這麼正的燒肉 和我上次一個人吃的燒肉 真的不同 差很遠 那個二三千日圓 賣單 不同 這裡和不同 這裡一入口即融 挺好吃 你有什麼評價 三千日圓貴了三倍 又賣貴沒有賣錯 銀子沒有洗錯 就是這件事 原來附送的甜品 那球雪糕沒有影道 那個甜品是真的 就是這樣 吃貴議員 下季再見 拜拜 各位觀眾 記得按訂閱 按讚 按讚 追蹤我的IG 就行了 拜拜 拜拜